另外呢,我們要非常感謝這次的主辦單位,那就是衛視電影台,這次呢,他們花了不少的心思,包括人力、物力還有經費的投入,讓我們可以舉辦這麼豪華、盛大的金馬晚會,給他們掌聲,謝謝。 好了,很快,節奏很快,馬上進行,就是要頒發第一個獎項。 等一下,欣美姐,這樣會不會太快一點,那人家明天又批我們說,主持費太好賺,你知道嗎? 小朋友,你不知道,頒獎典禮這種大型的,我們都當過觀眾,觀眾都喜歡看,就是說自己的偶像,自己喜歡的作品有沒有得獎,最討厭的呢,就是主持人話很多,然後又不好笑,我當然知道了,就是說你第一次主持,你壓力很大,對不對? 還有人嗆一下,但是不要怕,第一個呢,我們請到的嘉賓,就是你的好朋友,要來為你加油打氣,我話是不是太多了? 是有一點,接近要被批的感覺了,我的好朋友,你的好朋友,各位,請隆重的歡迎我們的開場嘉賓,DARS,徐熙元,徐熙元! 嗨! 嗨!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好! 你好! 呃呦! 你不是在香港工作嗎? 怎麼會? 因為今天是金馬獎嘛,一年一度的這個影壇盛事,我一定要來參加啊! 嗨! 嗨! 長大了! 平常我看你主持節目都是,你知道,講話很犀利的,這應該是官方說話,誒,樹地說意! 其實我講話很有禮貌,事實上,你可以講一些實話嗎?我知道你是為了黑人來的! 對啦,因為其實我本來在香港工作,然後因為黑人,他長這麼大,第一次主持這麼大型的晚會,我今天就特別請家要來挺他! 然後你就發現,發現黑人都沒有話說了,其實黑人你應該要表示一下,人家這麼有情有義,對嗎? 喔! 現場表示嗎? 表示一下好不好? 不要大冒金馬獎! 我的意思是說,我當然是有表示啦! 我知道,大S喜歡年輕的帥哥,今天為了頭頭暴力呢,我也準備了一個非常年輕又帥氣的陳柏林先生! 嗚! 嗚! 他們最討厭頒獎人在台上講什麼呢 第一個 冷笑話 第二個 八卦肥人 第三個 就是穿得露不露啊 漂不漂亮 蛤 好啊 那我今天就不聊八卦 那我們今天要頒發的是最佳女配角獎 你最看好誰呢 應該是你的好朋友張鈞琳吧 沒有 不是說我不要講八卦嘛 你們之間有八卦嗎 OK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入圍的有誰 最佳女配角 女配角歡 最佳女配角入圍的有 張鈞琳 秦輝得以之生存之道 你在幹嘛啊 你誰在幹嘛啊 這什麼東西你知不知道 你有沒有整個腦子啊 我跟你講過幾千幾百萬面 你不要吸 你為什麼要吸 我的媽叫她還找誰啊 我啊 每個人都有自由使用自己身體的權利啊 對 使用自己身體的權利 少美琪 跟蹤 不要管 不要管啊 咬死個老闆 Holo Man 我幫環環打 跟Holo Man 去跟Holo Man 呦 狗頭叫哈摩 抓回個老闆 狗頭 你去看照顧她啦 范冰冰 心中有鬼 我沒事的 你不想想 怎麼了 你騙我 我不要騙你 我都要跟你走 放我三生 曾凱璇 不能說的秘密 你有心事 你可以告訴我啊 很緊張耶 我也很緊張 緊張嗎 你很愛逗人家耶 你們兩個 那我們來看 得獎的是 范冰冰 心中有鬼 范冰冰 心中有鬼 范冰冰 她演出過很多的電視電影進行 剛以蘋果拿下了歐亞國際電影節的影后 恭喜范冰冰 看到很多男性的觀眾的憤怒的目光 范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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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冰冰 因為行程的原因 所以沒辦法到金馬來 也 委託我 謝謝金馬的所有評審 謝謝台北的很多的它的熱心的影迷 那麼他也 委託我感謝投資公司 华谊兄弟影业 还有老板王中磊 特别的感谢摄影师李彬彬老师 好 谢谢大家 李彬彬谢谢大家 恭喜彬彬彬 谢谢我们的颁奖人 马上进行的下一个颁奖 是的 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动作设计奖 颁奖人有请陈晓东 于文乐 大家好 我是宇文文